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當然是很重要 之後別人知道 來 你有沒有結果 送你結果 先告訴我 四顆 誰說 剛剛誰說的 我沒聽見 四顆 秉圓說四顆 三顆 偷子說三顆 說出來的要上來算喔 八樓沒有五樓 下掉 不知道為什麼到底你是呼嚨我 因為這個大人少 不是一二三四就是五阿 對不對 那最有記憶拆的 對的話 就四顆或三顆 對不對 那你說的一定要上來算一下 我才知道你真的會阿 我推側 我推側 來 那個 那個小偉你要做什麼 我推側 你推側 秉圓你幫上來算一下 秉龍幫上來算一下 那 那剛去凌結這什麼鞋 剛凌結太久了 你在廁所是嗎 凌結什麼 他掉到麻糬裡面去啦 然後喝到過期的飲料 不要隨便喝飲料 我身體快樂 OK 提 回來 趕快 平安 怎麼樣 想清楚了沒有 我不知道對不對 不知道對不對就 就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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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姐 你要上次世界阿 你要上次世界阿 我都只給五點喔 只給五點 你看你小區都只給你 這是國中題目耶 有耶 他會給二十點 好 那給二十點 你也不會 好 兩分排檔找我們倒在這個情況 對啊 二十點 二十點 是不是現在給你二十點有問題 我不要真的假 我這個 這個二十點太多了 這個給我二十點 好 我們可以hold這個特別的 你只要上來寫這兩點 想來 我是要倒在 我倒在要轉到女生快兩百萬費 兩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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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給你位子 來 乖點 來 阿補你還有位子 我給什麼位子啊 不要給我位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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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們說結果了 要上來寫下 沒有辦法啊 唉唷 就亂算了耶 趕快 我不太會這個算了 真的 我沒有拿到我的紙上來頭算 我的算是今天沒有比 就了 來 阿補你現在是腳步可不可以 這個這一塊沒有用 不可以 我會在這 好 隨便你 現在是阿補 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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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要寫憋生 200度 你還是要寫憋生 憋世 乘以500 等於 30 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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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能量不會放出530 會放出530 會放出530 然後水要上升 水要上升 對不對 感覺錯了 太一樣 X430 這不是跟我說的一樣嗎 不太一樣 不一樣 還是整 500層次 K是卡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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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有K K是卡 卡不是 卡是CAL CAL 明年這算法好像是對 算得好像是對 這個算的結果好像是對 但是 沒有怪怪的 但是我沒有 我只是沒有想到說 數字可以配得這麼好 假設算是對的 我只是沒有想到說 我數字想配得更剛好 假設 我算一下 我算一下 偷偷的算一下 欸 露出來 把這比人打在這邊擺出來 到底什麼都要撐一點點 好 丟去 我只要撐一點點 兩顆 你看我不知道有沒有 什麼呢 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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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只要撐 我只只要撐 看不到 一時 一時 有致命比人還醜欸 等於 不會這樣 一時等於這樣 然後 他的 廢 他需要的 大卡 他需要的卡 等於 兩顆 超棒 我看 欸 我看你 算算在350 我來看 好啦 我錯了 錯了 欸 欸 所以你幫我解釋一下算式 好 我解釋一下 好 解釋一下 欸 怎麼樣 第一個算法呢 是我 假設 假設我加了 X克的石頭 那你不是說 欸 你不是每顆石頭500克嗎 沒關係 我就假設我加了X克的石頭 因為X克到時候去除以500 就知道要7克石頭了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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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聽不懂 假設我結果是需要 1300克的石頭 那我需要放幾顆進去 2要5分之3 那結果是要放3顆嘛 就一定可以飛騰嘛 2要5分3顆 那我可以把石頭切開啊 那我現在放3顆 對不對 假設我需要放X克的石頭 可不可以 好 那結果是要讓水飛騰 結果是要讓水飛騰 結果是要讓水飛騰 飛騰是幾度 100 100度嘛 所以水的溫度上升多少 是不是 水的上升溫度是不是 100-30 我現在幾顆的水 幾顆的水 2000 2000克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 這麼多的能量 才可以讓水 從30度C 30度C 上升到100度C 對啊 沒有問題吧 那石頭放出的特量是多少 就700-100-100-500 XX是質量 我講它是0.7 再乘0.7 你也就是比這個啊 你也就是比這個啊 因為它每一顆的石頭 放出 下降一度C 它只有0.7而已 只有0.7 可是那個不就是500 沒有 XX是我假設它多少克 它不是500克 它不是500克 所以你為什麼寫500克 每一塊石頭是500克 就不知道要用多少克 但是我可以放 它還不確定要放幾顆 我不一定要放幾顆 它還不確定是一顆 比原寫的是算出來已經 知道嗎 所以0.7就是說 我算出來了 算出來 假設我沒有0.7的話 沒有0.7的話 假設我用水 就不用0.7 如果沒有0.7的話 算出來3顆就夠了 因為我用0.7的意思說 0.7就比2 對0.7就比2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這邊結果 是70乘上2000 那這邊算是什麼 這是100 等於70XX 對不對 所以這邊點什麼 其實這不用再除的話 所以它一顆只有0.7 所以它乘6.9 就是7值 對 所以X乘什麼 是不是2萬 2萬 這邊還有個10 是不是2萬 X是2萬克 我這邊換了2千 2千 這邊使用一定要2千 等於2千克 對不對 所以X是2千克 那每一個石頭500克 是X除以500 我就等於知道幾克了 所以答案是4顆 不乾問題 那 那秉圓的算法呢 X是什麼 X X我這邊假設是多少克的石頭 假設是多少克的石頭 對啊 那如果沒有0.7的話 只有200.100乘X 那算法是什麼東西 所以 對 假設這個東西是水 對 因為石頭每降低1度C 它只能放出0.7 那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知道嗎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秉圓的算法 是假設溫度是X度C 對不對 但是它這邊套進來之後 它用溫度是100套進來這邊 是吧 X溫度是100就算 對不對 溫度是100就算 所以算出來剛好等於 可是那前面這個影片是先假設4顆石頭 因為我是從 先丟1顆丟2顆 所以它是慢慢丟石頭下去算X 1顆石頭平衡結果怎麼樣 2顆石頭平衡怎麼樣 3顆石頭平衡怎麼樣 它用這樣子算 那算到4顆石頭剛好平衡 對 剛好是等X等100 可是這樣的結果 比較不是我們數學的做法 因為這樣的話你要算很多次 那我這樣算法是不是要一次 是不是 有懂的意思嗎 有 這個意思是假設說 你先不要假設石頭1顆是500顆 你假設這邊有一堆石頭 是細細的石頭 是很多很多的石頭 反正就丟X顆的石頭 它就剛好100顆 比它多就會非同 對不對 所以結論是 我就可以丟4顆就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那就恭喜秉原 那我錯 我現在算得出來了 我要 好好寫 反正石頭多丟一點就飛 因為我不知道這樣一點出來 可是我們講說剛好飛了 至少丟多少時間剛好飛 好了 那秉原的部分就剛好歸零了 好 好 已經先資料快當好 我錯了 我錯了丟重 不要 你錯了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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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你這邊200顆的乘上0.7 為什麼是200度C 一個是錯了 可是它會降低到平衡溫度 裡面才會平衡溫度 它石頭不是降低100度C 它石頭不是降低200度C 它從200度C往下掉 它溫度是從200度C往下掉 掉到某個溫度 它掉到X溫度 它真的掉下去只有200-X的這麼多度 它並不是掉了200度 懂的意思嗎 所以你這邊用200去乘是不對的 這邊有問題 可是你的算法很好 是呢 阿古的做法 只要它什麼 它本身降低100度C就可以 為什麼 你降低100度C 它還可以算出來說 我每一根石頭可以放出多少熱量 那你這邊另外算出來就是說 我 這邊算什麼 這邊是說 我上沸騰的時候 我需要多少熱量 那它把需要的熱量 跟石頭放出來的熱量 這兩個相處 就得到結束了 阿古的這邊算錯 所以阿古的2是 是剛好這邊算錯而已 它如果這邊降低1的話 這邊是變350 3500 3500 3500 對3500 那我需要14萬卡 我把14萬去除以3500 處得到4顆齒 就對了 為什麼要變100度C 因為它從200度C降到100度C啊 因為它丟進去 因為它丟進去平衡溫度是100度C 是100度C的 那石頭降了幾度C 100 100 對吧 我們剛才算 我們剛剛在算那個80 80 80度C的水 跟20度C的水 是不是它下降度度C 你會直接用20去乘嗎 你是不是乘X-20 你不會用80去乘嗎 就是用80-X去乘 對 對 我想能算那個 算石頭 石頭 能量 這樣算也不對喔 為什麼 因為 這個0度C 這個0度C 是人類定義出來的 這個0度C 我們想像它的0度C在那邊 它的聚合的能量 也許不是用0來算嗎 它可能是用-100 -50來算 可能是 搞不好它-50就已經 我們不知道是用什麼來算 你應該是用K來算 用0度 絕對0度來算 但是我們不管那個東西 我們都不管差異的人 只管差異多少 它差了幾度C 它上三幾度C後 我們只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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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幾度C 懂我意思嗎 只管自己想管 對 懂我意思嗎 嗯 OK 好 我再講一遍 再講那一遍 真的你有問題 一定要問喔 如果你聽不懂的話 趕快舉手 你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你越不好意思 因為未來覺得不好意思 對 未來覺得不好意思而已 我說不好意思 一小顆 我 我從小學 我就悟不停問到老師 覺得很不爽 我甚至 甚至有一次 我就一直在找老師哪邊講錯 我就是指證他 我就講老師哪邊講錯 然後跟老師變 因為老師非常不爽 可是我就不開心 所以老師真的錯了 老師真的錯了 然後他不承認 他不承認 蛤 可是我知道他錯了 我就跟他講成那邊錯了 然後有朋友跟他說 唉 你就不要為難老師了嘛 下一個時候跟我講 我說可是我就覺得他 這樣應該承認他錯啊 他錯就錯了有什麼關係 你有跟他講錯了 蛤 你有跟他講錯了 講成那裡跳到我講錯 當然投誤不算 自寫錯不算 你一直投誤 你一直投誤 投誤跟寫錯字不算 但是我如果講的東西不對 提醒我 證明給我知道說 你講是對的 我講錯了 可是應該是兩顆 兩顆什麼 兩顆石頭 什麼兩顆石頭 剛剛水貝塘應該放兩顆石頭就夠了 請這瓶給我看 好 我這瓶給你看 我剛剛寫了只把插片 你看喔 等一下可以在這瓶上 好 這瓶給你看 好啦 阿福寫這樣 兩個就對了 但是他是讓這瓶寫那麼多 他只要寫300就可以了 對不對 為什麼300就可以了 不是我 因為他只要多出100 他就要寫一個石頭 他這樣子多一點 你懂一點 因為他的 他的到平的路就是100 你300-100就變200 剛剛是200-100是100 對吧 所以已經變40 還有你沒起碼5 你寫到我 只要一個石頭就好了 對不對 那我把水直接擀成100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死 我要下課了 我要熟了 好 那個 同學 那個接下來 我們聲光熱 熱的部分大概是 我跟你們說 小孩怎麼辦 就是這些問題 那我們 下一堂就開始要進 應該是下一堂後 下下一堂就開始 會進到那個所謂的 化學的部分 化學部分對某些東西來是新的東西 熱快講 快講 好 好 先講 所以滿滿同學先 先御習一下 先御習一下 好 我真的有 生活中 御學長